小坐辦公室的人經常會感覺到腰痠背痛 我教各位一個 既可以縮跨細腰 又可以活動腰椎關節的動作 首先我們把右腳放在左腳膝蓋的這個位置上 然後靠近他的外側腳掌整個貼著 然後往左邊盡量的扭過去 那我們上半身是不動的 上半身兩手抱頭放在底下做一個支撐 這個扭轉完停7到10秒鐘 然後放回來 然後腳放下來換左腳 一樣是踩在腳掌呢 腳跟的這個位置至少踩在右腳的膝關節這裡 然後往他的右邊這樣旋轉過來 這個旋轉的位置呢 差不多是在身體躯幹的中斷這邊的脊椎做伸展 像很多人經常容易腸子脹氣 這樣扭一下肚子的脹氣就會消除掉了 放下來 如果說你是屬於你的骨盆這個位置會覺得比較僵硬 或是說比較容易便秘的人 我們的腳就盡量抬高一點 再大腿 把大腿的中間再上一點 這個當然也看你的柔軟度 盡量的轉過去 這時候扭轉的位置呢 就會偏腰椎底下了 7到10秒鐘 回來 再換腳 就是盡量的腳盡量的踩上來 然後腳掌一定要貼著 然後現在往右轉 這樣扭轉呢 活動到的是比較下面的這幾節腰椎的關節 這個對於那個便秘的人 還有有些人會有痛筋的問題 是非常有效果的 再回來 如果說你是屬於比較上背部 就是後背這個地方比較容易僵硬的人呢 我們把小腿 把這個腳掌就放在 左腳小腿的 這個差不多中斷的這個地方 這樣扭過去 手一樣是當支撐 扭到底 停氣到10秒 放回來 換另外一隻腳 現在左腳 踩在右腳的小腿外側 這小腿的差不多中斷這裡外側 然後扭向你的右邊扭過來 這個伸展到的是 差不多肩胛骨下面這一段 這個只要是女生幾乎這一段呢 這裡都是比較僵硬的 因為這剛好是胸罩的那個 鬆緊帶啊 捏緊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部位呢 只要是女生幾乎都會很僵硬不舒服 所以可以經常做這個動作 也可以幫助你消除疲勞 改善容易疲勞的體質 為甚麼 修理 對 改善 改善 我們 來 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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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